前面说了这个移民二约三口水 大多数外在 我们能改变的很有限 就算是有高人 我们也遇不到 那就极少数 左右的大一点而已 然后我们只能往后看 四基因德五度数 为什么说基因德 说了阴德 那自然有阳德 那阳就是看得见的 来得快去得快 人生短短这几十年 此位是阳间 有个肉身 实际上这都是相对的阳 那就说这个阳 你换来的是什么 你做了好事 你散播出去了 那第一个换来的是你的名声 第二呢 就是一些 反正功名利禄吧 那都是换来的 你这一世 你最了不起 想这一世的中华富贵 过了什么也带不走 而阴呢 他不为人知 他也分 我不想让人知 或者还没让人知道 那你还没让人知道 你想知道 那那这算算因德 算你没本事吗 就是你没能力 你谦虚 那叫你谦虚 你有什么可谦虚的呢 就是这个意思 太上感应篇里面把善分为三个层次 比如说低等的善 它是通过做一些好事换取一些回报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样 那那也算是善的 我首先付出 对吧 我现在不都是讲这个利益话吗 绩效吗 回报 企业吗 就是社会就 商业话就这样 大家都是这个导向的 什么看结果 那所以说 还不错 我还算是善的 有的人说 你先对我好 我再对你好 那你就并非善累 然后中层次的 我做好事不求回报 有个菩萨心肠 不计较结果 这样的事很难 这就算是赢的 包括我在内 有的时候 心里 曾经帮过十几个人 都是在最困难的时候 结果呢 不求他们回报什么 他们记得你的 有几个 这就算是赢的 这个好事 你要注意 很多人 好心没好报 做好事不得法 甚至诸诸为虐 那你不是做了好事 有些人做坏事坏心 他反倒得一个好结果 他那个方法 让你洗到好作用 甚至说做了一个负面教材 对你有反向的几率作用 这个 当然 这种可能性不算是善 但是 哎呦 坏人坏人 我们以后再说 你如果是好心 做了坏事 那是最可怜 最可悲 最可惜的事 这个人太多了 我们身边的朋友 家人 太多 反倒是 反过来要替他操心 要劝解他 出一些炉 那最上层的善 就无所谓善 我就把这个心忘了 我就应该这样 你看很多人说 我 这个应该 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就对了 太阳普照大地 什么时候